在公立郵地園的小孩四點下課 如果從北部還在上班 不付去接 就要繼續留在郵地園 跟上這個公立郵地園有效果效率 這段期間如果要去讓小孩讀書 也是要另外10錢的 就入委跟全告眾 今天開機再會 批評所有費用加加起來 在公立郵地園 電動平費營利郵地園 跟從公共郵地園的開銷更大 生活開銷大 常常扶擠兩個人 都要上班 沒辦法在一部四點 准時接小孩學科 如果是公立郵地園放學後 要留在學校就要收費 寒輸家如果送去學校 也要另外收費 這的費用加加起來 公立郵地園 在年度中費用競前比費營利的郵地 很含尊公共郵地園更加更 是被漏掉的 所以會導致准公郵的補助 高過於所謂的公郵 因此准公郵 他只要一年只要繳到三萬六 而公郵幾乎是他的兩倍 那我們必須說 這真的是世界奇蹟 立郵也表現過期 想要投公立郵地園家庭 就要排隊投稿了 但是最近這幾年 准公郵因為大量設立 也去接觸到公郵的救生 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就沒辦法的情形 現在投公郵一年的費用更多 立委就批評這完全是為不政府 推動公共化幼稚教育的利益 立委換分也表示 公立幼稚園和會英 在幼稚園跟全公郵 雖然可以自由選擇 但是這三種比較起來 說有些是最貴的 這些家庭都覺得這金無合理 立委的要求公郵部 應該就要全民檢討 也就要拿出改善的方法 現在認可看台北彩虹榜的